好 這一節我們來講一下統計報表 這個統計報表裡面 如果你從前台裡面去看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先看到熱門文章這個區塊 你會知道說哪些文章是最熱門的 最容易被點擊的 然後最容易被搜尋到的 它就會排在最上面 它的功能主要就是讓你知道說 你的訪客都對你的哪一個題材最有興趣 所以被搜尋度最高 那如果你要賣產品的話 你就可以針對那一個題材 去開發相關的商品 去尋找相關的商品 不管你今天是經銷別的產品 或者是自行開發產品 或者是去做聯盟行銷 譬如說你去通路網 要賣聯盟行銷商品 然後你裡面介紹很多關於譬如說 什麼英文教材 什麼貸款信貸 還有什麼有的沒有的 反正聯盟行銷都賣很多東西 像通路網它賣很多東西 那你只要寫它的商品介紹 然後人家去點擊 然後點擊了你的網址 有帶了你的ID 那你就可以 他們如果下單 你就可以賺到佣金 或者是他們留了表單 你就可以賺到佣金 那是通路網它們的聯盟行銷架架 那你的文章裡面如果寫了非常多的商品 比如說好幾百個商品 然後你發現 哪些商品的排名比較高 那你就可以針對那些商品 再去寫更多相關的文章 去Promo 專門去賣那一類的商品 那這樣肯定你的營收就會拉高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 從前台就可以看到 從熱門文章去做判斷 那我們到後台去看一下 你在登入你的後台之後 會先看到這個統計就是這一頁 你在這一頁有幾個數據可以看 這邊有流量統計 這邊就可以看到你的每一篇文 每天 這邊是以天為技術的 那可是因為我這個範例網站 它沒有幾篇文章 所以數據不是很漂亮 我現在來看一下 我真正有在經營的好幾年的的網站 來看一下這個blog 那這個就是我的流奶爸網路創業私密日記 左邊的統計值這邊 就可以看到 從天你就可以看到 每天 它會秀出 這個是2018年3月29號 瀏覽數725 訪客564 每個訪客的瀏覽次數1.29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在3月29號這一天 有來到我這個網站的人呢 總共有725個人 這個叫做瀏覽數 那訪客呢 725人次 那訪客呢 564 這代表來到我這個網站的人 總共有564個人 可是每個人他看的網頁不只是一頁 所以他可能不只點我這一頁 他還可能點第二頁 第三頁 所以 總共的點擊次數加起來叫做瀏覽數 所以叫725 所以瀏覽數一定會高於訪客數 訪客是來幾個人 那瀏覽數就是 來幾個人點了幾次 相加 OK 這樣了解嗎 那每個訪客的瀏覽次數就是用725去除以560 就是平均 每一個人 瀏覽這個網站的網頁大概有1.29次 1.29次 一個人他點擊的網頁超過一頁的意思 再來看 這個最多的這個 瀏覽數4月23號 1679人 人次 訪客1041 所以 每個訪客的瀏覽次數平均是1.61次 也就是1679除以1041 所以一個人的瀏覽次數大概1.6頁 1.61次 點擊次數這樣 好 那這個訪客 這個是剛才這個比較低的數據就是深藍色 比較高的數據就是這個淺藍色 那如果你不想要看訪客幾個人就把這個訪客勾勾拿掉 他只秀出這個來幾個人 好 不過 你知道就可以了啦 不需要特別去更動他這樣 那這是以每天每天秀出來的 那如果你像我已經寫了好幾年的blog 我就可以去用每週 我每個禮拜我可以去看我每個禮拜的進度是如何有沒有成長 我就可以大概知道我寫的文章的方向應該怎麼寫 好 每月 你看我的我的這個數據其實是高高低低啦 每年好了 以年來自尊 因為我已經寫了8年了 好那這邊就有秀出來 2016年的時候 我瀏覽數22萬 訪客12萬6千多 2017年的瀏覽數是27萬 訪客是18萬5千多 2018年因為還沒結束嘛 所以比較少 好 那這個就是以年來計算 就可以看出來是不是每年都有成長 右邊有一個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叫關注者307 你把它點開看一下關注者 他跳到使用者這個欄位 那事實上 使用者這個欄位裡面的這個關注者85個人 這85個人代表他們本身也是opress.com的註冊用戶 所以這個就叫關注者 那如果不是opress.com的用戶 他就是這個電子郵件關注者 就是他只留email 但是他本身並不是opress.com的註冊用戶 那比較奇怪的我還不太理解 就是為什麼這邊 剛剛那邊顯示300多筆 可是我的網頁的前台這邊是顯示930筆 這個是我比較不解的地方 這邊930筆 為什麼這關注者怎麼是307呢 這邊的關注者就是他們本身也是opress.com的用戶 也就是說他們有申請注冊opress.com 然後去建立的部落格 可是他有沒有寫文章 我要怎麼知道 我去點擊他就知道了 我點他的名字之後呢 來看一下 他這個人真的有在寫喔 真的有在寫喔 然後我點他的這個網站名稱 按Ctrl 另開新頁一下 看一下他的網站 你看這個他的網站 他真的有在寫文章 看完了流量圖之後 底下這邊還有 這邊是4月27號的統計資料 也就是今天 今天的文章和頁面 他有列出每一篇文章的點閱數 然後從點閱最多的一直往下排 所以最熱門的會擺在最上面 那如果你還在更進階進去看的話 你可以點擊這個箭頭 我再把它點進去看一下 你看4月27號這一天的這一篇文章 119然後首頁82 架設免費專業部落格78 他就可以看到每一篇文章的這個閱讀人數 可是這僅僅只有一天哦 應該說不到一天 因為今天還沒結束 那也可以按7天 這一個禮拜 然後他幫你統計出來 這一個禮拜裡面 哪一篇最熱門 這一篇前500名註冊贈送一顆黃金 9999春金 這一篇999個人 在這個禮拜內 那最近30天他幫你抓出來 5400點擊率的是什麼 手機跳出中毒警告的老人事件 第二個是免費 架設免費的專業部落格 2000多 欸不錯哦 然後這一季 就是這三個月來 你會發現我點擊之後 他會撈個一秒鐘 他就撈資料庫 你看3萬2000多 我這三個月來 3萬多人點擊一樣是手機 跳出中毒警告 然後架設免費專業部落格 真的很多人點這一篇 大家對架設部落格真的蠻有興趣的 好那365天 我這次撈比較久一點點 你看 手機跳出中毒警告 10萬人點閱啊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這樣你有沒有看出商機 如果你能夠幫別人解決手機中毒的問題 搞不好你有錢賺哦 或者是你有辦法去避免這個問題 產生什麼樣的APP可以去防止人家中毒的 你搞不好就有錢賺哦 因為這個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有來看這個文章 然後你看 第三名 如何完整備份LINE的聊天記錄 所以你看 我從這邊我就可以看出來哪一篇文章是大家有興趣的 然後有史以來 有史以來就是從這個blog成立到現在 他就撈比較久了 因為這邊有8年的資料 他撈很久 這個是撈太久了 出來了出來了 你看 目前第一名還是手機中毒啊 18萬 從上面看下來 你就可以發現這幾年 這8年來的文章排序 所以如果你有寫文章寫這麼多年的話 這是蠻有趣的 看這個文章語頁面就可以統計出來 好我們回上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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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橘色的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目前的統計資料是落在這一天的意思 那你如果按這一天的話 譬如說我要看4月16號的 那他底下的統計數據就會 呈現4月16號的統計資料 底下這邊 那我們剛看到這個文章頁面嘛 我們再來看來源網址 來源網址的意思就是說 來我今天這一天到我的這個部落格的人 是從哪邊點擊過來的 那你一樣可以點擊這個箭頭進去看一下 搜尋請來的有397人 然後Facebook點進來的有153人 這兩個占最大宗 那我們還可以把它點開 點開之後看一下搜尋情報哪些 google.com.tw有243人 表示什麼 表示真的是台灣人 利用google搜尋引擎 在台灣搜尋的人是最多的 然後google.com 是比較國際化的google.com 國際網址 來65人 然後香港的google 15人 Yahoo的占10個人 這個都是屬於搜尋引擎的 google.co.jp 日本的 也有日本搜尋到我的這個部落格進來的 OK 這個就是從搜尋引擎來的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部落格最大好處是什麼 就是被搜尋到 這個被搜尋到叫做免費流量 免費流量 因為我沒有登關鍵字廣告 我這幾年都沒有去登google的關鍵字廣告 所以這邊搜尋引擎來的 是真的他自己去搜尋的自然SEO 自然排名來的 好 那底下這個Facebook就 他Facebook就沒有再像這個有下拉 因為他沒有 沒有辦法去偵測到Facebook裡面的網址 那這個infobox.com.tw就是我的官方網站 我把它點開看一下 它就可以秀出來 它是從我的官方網站的某一個頁面 從哪一個頁面點過來的 像這個seo.xml有6個人從這頁點過來的 那我可以去點開看一下我這個頁面 我這個頁面 那為什麼我這個頁面點過來這麼多呢 原來我的這個頁面的這些點擊 我點擊之後 我是把它連到這個blog的沒錯 連到我的blog沒錯 所以難怪有很多人搜尋SEO就會 就會找到我的這個官方網站 然後點擊之後呢 又連到我的blog去 所以這一頁呢 有6個人 這些就是來源的網址 從哪邊過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看這個國家 你看台灣有1323人 香港的31個人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泰國 新加坡 中共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大陸 韓國 南韓日本 都有 然後這邊是它的分佈圖 點擊這邊就可以 滑過來就可以看到這邊有顯示 有多少人從這個國家 點擊到你的網站來 然後底下這個很有趣喔 搜尋字詞 就是人家是搜尋什麼關鍵字找到你的 你把它點開看一下 好 你看 4月23號這一天 有人搜尋Amazon 然後 有兩個人搜尋Amazon 然後跑到我的網站 為什麼 我可能之前有寫過一篇 跟Amazon相關的文章吧 然後有人搜尋天下英文 黃新惠 也跑到我的網站來 然後右邊這個點擊率 把它點開看一下 這個點擊率的意思 跟剛才第一個文章 和頁面的點閱數意義是相反的 這個點閱數的意義是說 別人訪客來我們這邊 點了 進來的每一個文章 秀出的點閱數 就是每篇文章被點了幾下 每篇文章被點了幾次 或每一個頁面被點幾次 那右邊這個點擊率的意思是說 他們來到我的網站之後 他們點了什麼東西 點了什麼東西 好 我把它展開 點了什麼東西 譬如說他點了這個東西 點了這個東西之後 他跑去這個網站 我把它點一下給你看 我點了 點到這個買黃金的網站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篇文章 我找給你看 我有一篇文章的那個 這個瀏覽率非常的高 就是這個 前五百名我們剛有看到 前五百名註冊就送一顆黃金 有沒有 剛才我們不是有講說 這一篇被點幾率很高嗎 所以我這一篇裡面有一個網址 就是這個網址 點了之後跳到這個網站 所以 他這個統計數據就展 就顯示出來說 有人點了你那個網址 第一名 在23號這一天 有人點了這個網址是第一名 115個人 然後 還有人點 這個是我自己的網站 為什麼要秀出來 我把它展開看就知道了 就是 站內連結 站內 站內連結 等於說 在自己的網站點擊之後 又連到自己網站的另外一個頁面 所以 在這個網站裡面 點擊之後連到這個 連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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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連到內部的其他頁面 這個叫站內的連結 那還有的是 點了之後連到外面的哪裡 連到這個網站去 比如說 點了之後連到這裡 然後看一下這頁是什麼東西 這頁是我的名單收集頁 名單收集頁 為什麼在我的Blog 點擊會連到這邊的這麼多呢 來看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GIF動畫 有沒有 行銷教學開課 Line at 點擊之後 就是跳到這一頁名單收集頁 沒有錯 我教你怎麼使用line 然後收集他的名單 沒有錯 所以 這個頁面就是 點擊率的意思就是說 他點了你的部落格的哪一個連結 連到哪裡去 外連到哪裡去的意思 還有哪些是最多人點的 就從上面排序下來 但是要記得這個是4月23號喔 所以你看你是選在哪一天 你選在哪一天 然後才去選擇看這個點擊率 當然如果你點進去之後 你還可以去選擇說 最近7天 最近30天 最近這一季 都可以查找出來 好 我們再回到上一步 上一步 上一步 好 這個就是這一個頁面 大致的統計數據 那除了這個頁面之外呢 哇 這邊還有一個深入剖析 這樣講完你們有沒有投婚了 如果投婚的話 再回去看一次 那不然我們下節再來看這個深入剖析好了 全是一齡從全心 Buddh 那麼ORSany рол和一夥 前面我們要傳集數據